爺爺 奶奶 爸爸 妈妈 笑 哈哈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互相帮忙 开开心情 甜甜 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这一家 哎呀 我最爱的哥哥姐姐 我最爱的弟弟妹妹 有时吵吵 有时帮忙 都OK 妈妈呀 上情 上爱 上帝帅 美快乐 中大双帝帅 我们一起拥拥圆圆 我回来了 嗯 怎么这么暗啊 家里没人在吗 还是 有小偷 回来啦 妈 是你吗 是我 怎么了 妈 你怎么不开灯啊 哎呦 我就想说我一个人嘛 你看这大白天 那天这么亮 这样比较省电啊 哎呦 对啦 省电是省电 但是 不开灯 暗暗的 我怕你跌倒啊 该开的时候还是要开 哎呦 好啦 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 哎呦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对啊 好贵哦 对了 对了 这个油菜有送一封信来你看看 信 老公薪水不涨 账单又来了 哎呦 叫儿子再努力一点啊 妈 我才想跟你说呢 我刚刚出去这一趟啊 我发现最近啊 好像真的很不景气耶 青菜也涨 肉也涨 民生用品也涨 哎 现在连卫生纸都涨价了 啊 连这个卫生纸都要涨价啊 对啊 啊 到底有什么东西 证实 我也吃不到 不吃不到 我回来啦 老爸 你回来啦 来来来来 我托你买的葡萄呢 买了买了 这不就在这吗 还有 奖励我一下 去咪咪 去咪 不过我跟你讲 上一次我买葡萄的价钱 跟这次又不一样了 今天买比较贵耶 比较贵哦 而且好像说 说什么 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啊 买这东西啊 这个塑胶袋 你也要钱了 什么都有涨价啊 现在买很多东西 塑胶袋都要钱了 也要钱了 对啊 好像是因为政府要 响应环保推出的政策 不过我觉得这个政策 对我们地球还蛮好的啊 挖钱买塑胶袋 对地球好 嗯 为什么啊 爸你想了 很多人塑胶袋只用一次 是 用完之后就变成垃圾了 一个人一天制造一个垃圾 如果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个垃圾 哇哦 我们地球有这么多人耶 那这样子累积起来的垃圾 嚇死人啦 好几十亿耶 对对对对 我有看那个新闻有说啊 就是这些塑胶垃圾 会漂流在海洋上面 然后呢海洋生物像是海龟 他就以为塑胶袋是水母 然后就把它吃下去 把塑胶袋没办法消化 他就这样肚子又很饿 最后就 哎呀 哎呦好可怜喔 这个塑胶袋怎么会造成 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挑选那些 可以重复再利用的东西 这样子才是真环保喔 嗯嗯嗯 譬如说啊像我们隔壁那个 豆花店还有饮料店 他们店家都有说啊 只要我们带环保用具去装的话 可以折五块钱耶 五块钱喔 买一个就折五元 买两个就折十元耶 真的耶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对 你们看你们看 跟你们分享喔 好 来快来坐 你们看 这个是什么 六层机 没有 不是啦 是这个 我告诉你们喔 这个是老师今天送我的 她说这个叫做 不锈钢吸管 可以重复使用 洗一洗就能再用了 因为她说啊 塑胶吸管会制造垃圾 然后伤害海洋 像是有一些海龟啊 她会把她的吸管 吃到肚子里 好可怜喔 对 好可怜喔 那并且使用塑胶的 那我们班也很厉害喔 老师有教我们做自己这个 环保杯套 它可以呢 把这个带出去之后 杯子放在里头喔 你看 妹妹你的杯子借我 好 借你 只要这样子把它 放进去 然后是不是很方便啊 好方便的 这样就不用再买塑胶袋了 对啊 你们两个都很棒喔 刚刚妈妈才在跟奶奶聊天 说现在外面好多东西都涨价了 但是呢 你们可以从自身做起 节约能源 不仅环保 又省钱 你们两个都很厉害喔 好棒喔 好棒喔 哇妈妈 你对我好好喔 我知道我今天表现很好 特地买葡萄给我喔 那是爷爷 真的吗 爷爷 谢谢你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我们来吃葡萄啦 等一下 葡萄还没醒啊 我还没醒那我等喜好再吃 爷爷 你是不是一回来就把葡萄放桌上 你看桌子都是那个葡萄的水 有点湿啊 妹妹 卫生纸拿来 我帮你桌子擦一擦 好 擦一擦 等一下 只是桌子脏 用卫生纸擦太浪费了 哥哥你去拿那个厨房的抹布来擦 对对对 对啊 用厨房抹布擦 擦一擦还可以洗一洗 拧干净就好了 你们不知道啊 现在外面卫生纸很贵的 对啊 而且啊 这个卫生纸的用量真的是很惊人 你知道吗 有研究报告显示啊 台湾卫生纸的用量 平均一年呢 要砍掉全球 八百万棵树才做得出来耶 八百万棵 我们庭院也才三棵 八百万棵有多少棵啊 多不清啊 谢谢妈妈 哦 谢谢妈妈 刚刚有阻止我浪费用卫生纸 现在 哥哥要来拯救全球的八百万棵树了 要 英雄 英雄 耶 而且哥哥 你也不只拯救了树木 你还拯救了小动物 因为啊 如果树木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了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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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们啊 是啊 而且奶奶知道哦 这个有一种卫生纸啊 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 那个很环保的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两个上次去那家餐厅嘛 对不对 我跟你们说这种卫生纸呢 有这种棕色咖啡色的啊 也有灰色的 使用完之后呢 就可以 充掉就好了 嗯 减少垃圾 没错 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发明对地球是有很大的帮助耶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小举动 大感动 啊 好感动哦 对啊 所以要谢谢地球给我们这么漂亮的大自然 我们当然要好好的爱护它珍惜它哦 嗯 我们知道了 谢谢地球 谢谢地球 这个是什么啊 我刚刚就看它一直放在这儿 可以洗脸吗 不行不行 那个是奶奶拿来洗米的水 这个水啊 你别小看它哦 它可是很营养的哦 狗狗你还帮忙好了 拿出去浇浇小花小草 哦 没问题交给我 欸狗狗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好 感情不错啊 哇 你看这两个环保小煎兵 一个救了八百万棵树 一个去救外面的三棵树 哇 而且呢也帮忙分担家事啊 对啊 好棒啊 好棒啊 吃葡萄 等一下 没有洗啦 哦 忘了还没洗 我来洗 我来洗 祈福谢谢啊 每次都这么麻烦你啊 快来十人交给我 哈哈哈 哎 什么时候再去那家餐厅吃饭 啊 下次全家人一起去啊 不要不要 我想要跟你去就好 哎呦 我们可以两个人吃一碗那个 意大利面啊 然后就可以这样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可是我比较想吃炖饭 啊 那炖饭也好 啊 可以你一口 哎 哎 老头人你干嘛 哎 老婆来 这个电视新闻说 现在这个菜啊 为了要让它的卖相 好看一点 哎 噴了大量的农药啊 哎 很可怕啊 大量的农药 哎 可怕啊 在哪里啊 你要想 如果我们把这些农药啊 吃到肚子里面 哎 这个肝啊 还有肾 都会受影响 哎呦 那不得了 哎 对啊 这个代谢不掉对身体是很大的负担 哦 这要小心 嗯 妈 哎 你那个菜摘好了吗 我拿去洗 再等一下 那个媳妇啊 你爸刚刚说啊 这个菜要洗干净一点 要不然上面这种药 吃下肚子就糟糕了 对 对 爸妈你们放心 我洗菜可是很认真的哦 我还会开着水龙头流那个小水 让水冲走上面的农药 哎呦 我媳妇好能干哦 拜拜 这个老头子啊 想想看我们以前乡下种菜的时候 这个菜虫都是一只一只用手抓 我们自己抓的呢 对啊 哪像现在啊 这上面喷了这么多农药 虽然那时候啊 我们的菜丑了一点 嗯 可是至少吃起来健康 而且安心啊 对啊 那时候菜丑 可是吃起来安心 啊 像现在 还有什么这个食安问题啊 对不对 对 新闻都有在报 我回来了 哥哥 哥哥 原来妈妈好 回来就好了 好好吃哦 好香哦 哥哥 你手上拿的那是什么啊 炸鸡排 珍珠奶茶 哦 因为我今天就放学啊 打篮球好饿哦 所以我就在路边买了 很好吃耶 你闻 好香哦 好香哦 哥哥啊 你看你那个炸鸡排 你都不知道那些店家用那个油炸了多少的东西 他们可能用的都是回锅油耶 看炸出来的东西都黑黑焦焦的 回锅油对身体很不好 这种不好的油你不要吃啦 就是啊 哥哥 你看你那杯珍珠奶茶 看起来就很甜耶 你还在发育耶 这样对身体不好不好 来拿给奶奶 奶奶帮你保管 保管保管啊 爱 老头子啊 不不不不 对对对对 哥哥啊你还在发育所以这些东西呢 少吃一点啊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什么 对 毒淀粉什么的啊 哎哟 我觉得你们都太操心了 你看 我长得这么强壮耶 而且以前都是这样吃啊 不只这个珍珠奶茶炸鸡排 我们还吃那个 你看 放心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小朋友吃到这些东西 对啊 你是我们的宝贝耶 不想要让你吃到有问题的食物 所以哥哥这个鸡排 也就帮你 保管 保管 哥哥 没关系 妈妈赶快去弄晚餐给你吃好不好 好 我好饿哦 吃菜 妈妈有的最健康 妈妈弄得最安心 那有肉可以吃吗 当然啊 妈妈万岁 我们要饮食均衡 对 那我去洗手 好 洗干净一点 哥哥 不饿啊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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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喝太多水了 现在不渴 你不饿啊 啊 我有点闹肚子啊 爷爷 那你不饿吗 我早上不太想要吃 淀粉 我也刚好 哥哥 赶快吃早餐哦 等一下出门上学了 爸妈 你们的早餐怎么连动都没动 哥哥也没吃 你们怎么了 哇 呃 媳妇啊 你这个鸡蛋是在哪买的啊 该不会是巷口那间杂货店吧 对啊 我们家鸡蛋一几来都是在那里买的啊 哎呦 那你知道最近 你发说新闻上面 有这个毒鸡蛋的事情吗 对啊 爆得很大耶 而且 我最爱的鸡蛋 竟然被下毒了 我都不能吃了 爷爷 我也不要吃那个毒鸡蛋 听起来就好可怕哦 嗯 所以这个板条 我看也不要吃了啦好不好 啊 是啊 那个 新闻上也说这个淀粉啊 有可能是毒淀粉做的板条啊 甜不辣啊 芋圆本圆啊 所以这个板条该不会里面就有 啊 毒淀粉 蛤 一个毒淀粉 一个毒鸡蛋 那这个牛奶该不会是 啊 毒奶粉 哎呦 原来哦 你们是因为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在紧张啊 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是我手艺变差了 你们都不爱吃我煮的饭 每天都剩一堆剩饭 哎 媳妇你做的菜很好吃 很好吃 嗯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啦 哎 这个食品安全 要我把关呢 哦 可是 哎我知道媳妇你在为我们把关了 可是 像你去这个市场买菜的时候啊 哎 那个菜上面呢又没有写说什么我很安全 搞不好那些黑心商人啊 有没有 把那些有毒东西 那卖给你们 然后我们又买到了 吃下去 哦 我们不就会干啊 剩啊 受影响哎 哎 是啊是啊 媳妇虽然那么聪明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挑选啊 对啊 很简单啊 我们就认明这个食品的包装上面 有安全认证标章就可以了 哦 我想起来了 姐姐奶 老师在学校都有说哦 我们去购买食物的时候要认定这个 食品安全标章 而且啊 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个有效日期 嗯 那哥哥你跟我讲 这个 这个安全标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呃 我只记得老师有说 哦 什么小绿人 我知道就是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 有没有啊 那个上面就有个小绿人啊 绿人出来 你就可以过马路了 你是不是说那个 然后剩下不到10秒的时候 那个小绿人怎么跑 哦 哦 哦 耶耶 那个是过班嘛 实验的时候看的 我们是买东西要看的 这是另外一个小绿人 哦 有两个小绿人啊 对啦 这个小绿人标章 就是可以帮我们分辨 健康食品 还有一般食品的差别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哦 哦 对 老师有说呢 光这个认证标章就超过 哇 哇 这么多种啊 有那么多种啊 对啊 像我们看电视啊 那个新闻广告 不是常常听到什么 CAS 优良农产品的认证标章 这个啊就是可以认证我们 国产农产品 还有加工食品的安全跟优良 这个是最高等级的代表哦 所以只要有了这个标章的话 就代表它是一个 好的农产品 好哦 原来是这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还有一个很棒的叫做 产销履历认证标章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 这个农产品的产地在哪里 以及运送过程是怎么样哦 嗯 我们干嘛要知道 这个产品的运送过程 还有它的产地啊 老太婆 你想嘛 如果这个农产品 它出了问题 吃进去啊 有人生病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要找谁负责啊 哦 对不对 对嘛 对嘛 所以啊 这个食品安全 除了有政府帮我们把关之外 在家里还有妈妈玩 哦 媳妇好棒 我们给媳妇爱你鼓励一起来 一二三 一二三一次 哦嘿 我还有妈妈把玩关 那我终于可以吃早餐 吃早餐啊 来来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好饿哦 大家放心 妈妈做的菜啊绝对安全 那对了对了 那不然哦 老太婆啊 我们以前不是有种菜吗 我们就把我们前面那个庭院啊 那个空地有没有 来整一整 我们现在来种菜 好啊 想要种什么 婷姐好有趣哦 什么都可以种啊 对啊 喜欢吃什么菜 我想说 爸妈我们可不可以种一点 那种辛香料 像什么香菜啊辣椒啊 葱啊那一些的 这样去市场就不用再买 好 这个不错 那哥哥呢 奶奶 那请问 鸡肉可以种吗 蛤 我喜欢吃肉啊 有没有种肉的啊 那是用羊的啊 可能要咬一只鸡 才喜欢 骨头吧 对那那 没关系啦 鸡肉 就买那个有认证标准的就好了 对 对 还有那个产销履历的啊 对 对 那哥哥想要吃什么水果啊 那我想要种香蕉 香蕉 香蕉 香蕉可以种了吧 可以 就是活不活得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啊 爷爷奶你们好逊哦 种肌肉也不行 种香蕉也不行 那我要上学了 拜拜 老板 要不然种木瓜好了 哥哥 种木瓜 木瓜 木瓜 所以木瓜可以种啊 对可以可以种 木瓜也蛮好的 而且你在练生中 种木瓜可以让你胸肌变大 我就还不够大吗 你这样肚子比较大 种木瓜好不好 种一些 葱啊 辣椒啊 种木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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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